一个欢迎会 那么那个时候 他也知道吗 因为他是山东 所以有山东人 就是你那个时候 有山东人打电话给我 说我是不是要参加这个会 我说现在自在我要去 然后我就提这个案 他也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 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就是 就是如果不是留下一个经验的东西的话 连烟台市的市场都不知道 市场应该知道 那个年代 两岸都不可能有通信来往了 所以你说什么鬼爹 连鬼都不知道什么鬼爹